我也要恭喜蔣萬安先生贏得台北市長的選舉 我剛才有打電話給他 我們會盡快安排交接的會議 雙方都指定PM 開始進行局促對局促的一個交接 我們希望說我們整個台北市政的施政不要有所言誤 那麼我也跟陳時中先生打過電話 跟他說辛苦了 另外找機會再來聊天 這個叫什麼機會 黃珊珊雖然沒有選上 我還是表達遺憾 她有很優良的從政經歷 跟熱忱服務的精神 不過在藍綠倆大黨的夾擊之下 還是能夠無黨籍的身份拿下30萬票 所以很不容易 而且她一路堅持用一種理性平和的態度 提出最可行的政策 那也贏得了很多中間選民的心 再代表說在台北市的第三勢力正在壯大 黃珊珊還年輕 我相信她的理想 熱情也不會因一時的敗選就消失 相信她一本服裝會繼續為人民服務 那我八年的努力 跟政績沒有辦法 獲得台北市民的全面肯定 來繼續支持黃珊珊 我自己會完全改進 可以這樣比喻 台灣就好像是一個小小的院子 裡面有兩棵大樹 這個藍綠兩棵大樹 在地底下是檳根錯節 在地上是遮天避日 其他的植物也很難生存 那過去八年我們在這個院子的一個角落 嘗試去做一個政治的實驗 就是說是不是可以不分藍綠 來推動市政運作 那其實運作結果還不錯 藍綠白橘 各種顏色都可以在市政府合作 為人民服務 那我們也希望說 這種精神跟文化 可以繼續推動下去 我個人是很擔心又重回 這種藍綠互鬥的政治生態 新竹公安拿下的八萬票 這是一場捍衛價值的選舉 這選舉過程當中真的是 這個太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就這種突然概率的抹黑之下 那高安代表台灣民眾黨 代參選新竹市長 可以說越挫越勇 代表一個理性務實科學中道的力量 可以得到新竹市民的支持 那我這個地方還是要謝謝 我故鄉的選民 對台灣民眾黨的支持 那我相信他一定會晶晶夜夜 你知道 打造新竹成為全球的科技城市 這場選舉告訴我們 所以民意還是要心存敬畏 那這次台灣民眾黨到現在為止 我們統計是選上十四席 也許還有 隨著這種 因為票還沒全部開完 所以告訴我們說 地方經營還是需要時間 我們這種幾乎都是第一次參選 你知道 我剛才算了一下 我們大概有八席是落選頭 這表示說 還是差就差我們一點點 所以我們會更加努力 你知道 更加團結 深更地方 請聽民意 因為我們都知道 民眾新希望 你知道 台灣的民眾還是期望 台灣的政治有一個新的力量 我們一定會在隊伍重整之後 你知道 會繼續努力 那希望說 還是那一句話 希望台灣因為有我們 會變得更好 所以我們會繼續努力 謝謝大家